猎人将水桶扔下随后打碎玻璃 幸好我在空中抓到了水桶 这才免得成为人生果落地救济 他们疏得挖掉我脚下的泥土块 当我反应过来是头顶已经被他们封死 看来我只能去水下找出口了 底部好像有点不一样 换个角度再看我发现那是一个小洞 身体开始缺氧了 好在我也抵达了小洞这里 我启动里面的拉杆 接着朝上游去寻找出口 尽管我再次开始溺水 但我绝不能放弃 在见到阎王的一瞬间我伤暗了 鼓冲下状态 头顶传来小美甜美的声音 岩浆会在一分钟后灌满这里 希望你好自为之 行吧 大家眼一看我就知道这里是小美为我精心布置的 居然企图用这种小儿科的跑步来难倒我 总算是穿过活塞阵了 这里需要我做一个空中变相 仔细观察面前的两个活板们 直接跳上第一个 随后展开第二个跳上去再竖起来到达顶端 看来我需要挨个跳过这些蓝色方块才行 得小心头顶别被碰到 在这里我采取平步跳远的方式 降低跳跃高度的同时保证速度 来到最下面的一块 接下来就是我的终极一跳 结果也是毫不意外的来到终点 我一出去就发现猎人在这里动我 给我出去 他们拳打脚踢将我赶出来 身后洞口也被他们封死 抬头一看 吓得我心脏骤停 这些人真是王八爪兽一憋着坏呢 我躲在雪里不敢出来 等他们走后我才开始研究怎么离开这里 细血的后面都是黑钥匙 我不经意间挖掉细血发现下面是银石 钥匙下面都是银石就好办了 那样可以坐下界传送人 可我的幻想很快便破灭 包里还有一艘小船 或许我可以用它来帮我逃出去 小木船求求你来点作用吧 可惜木船也没辙 放置工作台 看看我能造些什么 两根细线 有了 我先把木板做成木棍 然后做出一个吊杆出来 再次看向头顶 那不是猎人的马吗 我认得它 我尝试着将它拽下来 七次甩钩我才将它拖下来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送它归西 小马呀小马 你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主人不带你走 拿到皮革我做出皮革 就这样成功完成越狱 可猎人居然就在不远处 我吓得把腿就跑 要是被人知道我杀了他的马 那我是别想有好果子吃了 我一路逃到各种悬崖峭壁上 猎人给我做的跑酷关卡 现在来作用了 没有他们的栽培 我不可能有如此纯熟的逃跑技术 我一路逃到一个巨型矿洞 猎人还在后面伟大步调 那我只能再拼一次了 好在我精准落入小水潭里 而蠢蛋猎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可我还没高兴多久就发现自己跑到了死胡同 接着神奇的事出现了 我竟然莫名其妙隐身了 猎人比我还要猛逼 刚才那么大的一个人呢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后决定挖洞去找 前脚他们刚走后脚闹歌就来了 我知道你在这里 别想着逃走 听着 我想帮助你 但是你得听我的吩咐 行吧 谁让你刚才救了我呢 这座塔的顶部有一些附魔书 你现在去帮我取出来 好吧 但是你要保证自己不是在说谎 我想都没想就冲了进去 可我突然发现岩浆在上涨 门也被封死了 可恶 又被猎人骗了呀 但我也没有退路 只能一条路走到死 我从黑钥匙跳到木梯上 随后从顶部跨到另一个木梯上 接着爬上梯子跳到黑钥匙上 然后是活板门 真不敢相信岩浆能上升这么快 我好像一直都没甩开和他的距离 来到最后一个梯子上 只能看到东侧有一些活塞装置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好在这里的活塞楼梯 启动机关不在上面 现在我终于甩开和岩浆的距离了 这些黑钥匙对我而言非常简单 几乎是一个呼吸间 我就来到通向顶部的梯子上 可我没想到塔的顶部全是猎人 这就更加坐实了闹阁 是在消遣我 突然猎人们开始朝下丢僵尸 这些燃起来的僵尸 几乎都不需要我动手 很快就被阳光处决了 太阳下山后 猎人又给我丢来了一批僵尸 这些家伙可真是难缠至极 我只能不断地拉着他们 经过一晚上的战斗 接着迅速转头甩出鱼钩 然后将小美拽下来 小美吓坏了 在我疯狗一般的攻势下 她居然忘了反击 只想着怎么上去 可最后还是让她跑掉了 所以说想走的人你留不住 忽然我的身后刷出了一只墨影人 这真是天猪我也啊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哈哈 猎人发现墨影人纷纷下来阻止我 可还是让我得到了墨影珍珠 我直接将她甩出去 然后走位躲避猎人的攻击 出来了 我成功了 哈哈 好了一晚上了 我应该甩掉他们了吧 可突然半路杀出各成咬精 李哥对我刚才欺负小美的是很不满意 他要和我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武士对决 因此他将一整套附魔钻石装备都丢给我 他二话不说直接就动起手来 我回头反击一连白嫖了三件 看来这小子技术一般啊 不过是个愣头青罢了 我只要一挨打就会拉开距离重新找机会 只要是让我先手碰到 我一般都会多赚几件 而这小子就只知道一个劲的乱卡 区区一件莽夫 怎么也敢于我蹬鼻子上脸 我仅仅以三颗心的代价就完胜了这场武士对决 没想到这小子包里这么多好东西 说他是愣头青还真没亏了他 有这么多红石材料都不知道用 既然是落到了我手里 那我可就不能亏待他们了 我潜水去往深海里 当我没氧气时就用铁桶卡出空气来 来到海底洞穴里 我在两侧都布置好活塞 然后摆上中继器和红石线路 随后用红石火把做引子 将所有陷阱痕迹都掩盖掉 最后再将土块挖掉 让这个洞里面都灌满水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利用仇恨值吸引猎人上钩 他们一看到我身上的钻石套 就想起了一位故人 更是不由分说上来就动手 这次再被他们逮到 估计就不会折磨我了 肯定是让我痛痛快快地走 可惜我现在不想走了 我想让他们走 哈哈 我还故意挨了他们几件 装作打不过的样子 慌不择路逃到水下 猎人们丝毫没起疑心 恨不得对我除之而后快 我逃到预先布置的小洞里 然后去往秘密通道将上面堵死 接着启动机关 只听猎人们开始吵闹起来互相责备 他们还中了挖掘疲劳的效果 六个人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施展不开 很快一个个就都架和吸取 猎人命令我睡到监狱里的小床上 只因我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竟然就被他们当场送走 等我复活后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了下坠 我们给服务器植入了一个插件 使得虚空领域会无限扩张 而你将会永远地留在这里 哈哈 我在这个重生陷阱中一遍又一遍地死去 好在物品并没有随着我的死亡而消失 我试图在复活时打碎活塞 可惜时间实在是不够用 一复活就会触发压力板 紧接着活塞会迅速弹出 让我试试能不能挖掉泥土 显然根本来不及 包里还有一个紫颂膜 或许我可以用它来帮我跳出循环 当复活我就吃下紫颂膜 可惜它也不能将我送到地面上 根本没给我任何机会 弓箭附魔了火焰和冲击2 利用射箭时的反作用力 能不能将我送到岸上 可惜依旧不能够 万能小木船我也带着 哈哈 这下就稳了 第一次距离不够无法放置 第二次我成功将小船放上去了 可到我复活后 却发现小船已经被猎人没收了 这可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呀 猎人真是坏事做尽 此时已经有很多地区被虚空吞噬了 我得抓紧时间 包里还有一些骨头 先把它们都换成骨粉 接着把橡树苗拿在手里 在我被活塞推出去时 将它种在地面上 树苗已经种下 接下来慢慢撒骨粉就行了 每次复活我都只有一次机会 又是十次死亡循环 橡树苗终于长成参天大树 有一根树枝伸出来了 希望一会我能够到它 最接近的一次依旧有着两米半的距离 只能换个办法了 对面山坡刷出一只小白 也许我可以利用它将我射到树枝上 首先我得想办法激怒它 成功将活使射到小白身上 希望待会它能射准点 可它却装作看不见我 又是三十次死亡循环过去 第八十一次我发现有只小猪在悬崖边 而且我的背包里有马鞍 看来它才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第八十二次复活我的距离不够 第八十三次我将马鞍成功装上了 第八十四次我成功骑上野猪佩奇 我马不停蹄往基地跑去 身后疏得响起树叶脱落的声音 我回头望去 看来我刚才与死神擦肩而过 虚空吞噬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而我再一次与鬼门关失之交臂 我必须得加快脚步了 突然有人喊了我一声 我刚转头就被闹哥推了下去 随后我就掉到了新的空岛监狱上 蛇哥用传送离开这里 下面就是无尽的虚空 周围的墙壁随时都有可能消失 我没时间自暴自弃 得赶快想想办法 背包里还有TNT和火石 我想你们应该猜到我要做什么了吧 就在我准备用TNT时 头顶刷新了一只墨影人 我试图用钓鱼杆将它拽过来 一件抛物线不对我就立即挽救 可惜墨影先生就这样葬身在虚空之中 只能拿出我最后的杀手锏了 这招我一般不会轻易拿出来 一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二则是怕被别人学了去 但我此时已经别无选择 将TNT像这样摆好 先是点燃右侧TNT 然后迅速点燃另一栋 0.6秒时间差非常关键 随后进入前行状态 碰到墙壁的一瞬间爆炸 平整的墙壁就这样出现了可攻落脚的地方 这个距离博尔特来了都跳不过去 因此我们要用吊杆将方块收集起来 精准甩勾挂上原石 拿到方块后将原石搭在空岛旁 把状态补充好 最后深吸一口气助跑跳到岩壁上 借着石搞的帮助我成功回到地面上 猎人这次是真的让我很生气 我要狠狠地捉弄他们一次 没想到猎人基地这里也被虚空吞噬了 我得想办法去他们的基地里 在路上刚好遇见一位墨影师主 师主硬堂发黑需要我帮他做法 那我就勉为其难将其超度得到墨影舍粒子 随后找准角度将舍粒子丢出去 一个没站稳我差点掉进虚空里 刚出狼嘴又入虎口 我差点就被猎人发现了 挖掉脚下房子的屋顶 注意门口没有人过来 打开箱子借点道具 将隐身药水洒到脚下 我隐身了 猎人在基地里都在个忙个的 我得给他们制造点混乱 比方说直接给他们个大瓜子 可他们有着下界和金甲的保护 我这一巴掌根本不痛不痒 没办法了 只能换个点子 我一路穿过猎人的养猪场 来到小美的房间里 随后将这里装修一番 接着回到外面观察猎人的反应 一键起火他们迅速展开救火行动 我则是趁机堵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将倒霉弹推下这里 得手之后我赶紧转移位置 防止猎人起了疑心 趁他们注意力分散时 我来到闹哥房间 把他的床给掀了 随后也帮他装修一番 等他们发现时 火蛇已经吞没房间蔓延到外面 在闹哥过来时 我想将他推下去 可谁知他似乎有了感应一般 居然和隐身的我打得有来有回 终究是奈何不了他 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我决定继续偷袭 偷袭不成我也就不装了 直接掏出钓鱼杆 将其他猎人纷纷拽下去 直至最后整个基地只剩闹哥一人 我和他展开一场贴身肉搏 打不过我就掏出钓鱼杆 最终我仅用钓鱼杆 就打败了八位全副武装的猎人 可惜我终究是太心软 不舍得用死亡循环来折磨他们